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多三天 五弟又是生龙活虎一个呀 多谢二哥 三哥 四哥 耗费自己的真缘为我拿上 你这不是屁话吗 难道二哥三哥平时你都是假教的呀 好 回来之前啊 我的确是放了几个臭屁 现在不小心又放了一个 二姐 你这一去到底有多久啊 难说 如果只是一般的行程 来回顶多各把个月 可是 我背负着谋刺未遂的罪名 如果被包大人判了罪 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了 那你真的会被判罪吗 听说包大人 刚正不阿 铁面无私 他将如何决断 我无法猜测 是福是祸 就看天意了 那我爱欲判了罪 会坐牢吗 被判了罪 当然会坐牢 那你干罪别去开凤府了 不 就算我被判刑 也非去不可 爹 娘 大姐 我们一家五口 冤死了三个 我又沦落成这幅模样 我绝不能让那人面兽心的小侯爷 逍遥法外 否则私也不甘心哪 可是 你万一被判了罪 就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 我 小如 你听我说 就算我被判刑 刑期也有长有短 我只是杀人未遂 总不至于判我死罪吧 不过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在这里 还好每位叔叔伯伯都喜欢你 他们都会照顾你 这也是我唯一安心的 你一定要乖乖懂事 二姐 我会的 可是 他们再怎么疼爱我 这里 这里到底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等判风府的事情有了结果 做一了断 就算我判刑坐牢 期满之后 无论如何 我都会再经营一个家 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 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 好不好 二姐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二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二姐 我舍不得你走 二姐也舍不得你呀 二姐 开封府之行并不单纯 你不只是要替方肃心出头 帮他打赢官司 你自己身上也背着官司 别忘了 你可是被四海通缉的亲命要犯 大哥 这一点 小弟内心非常清楚 你是夜闯皇宫 擅入藏宝阁 还在墙上胡乱提尸 这个罪名是可轻可重啊 卿则可以恩旨宽扰 要说重 判你个藐视皇上欺君之罪 那可就不可收拾了 大哥 当时我一时冲动 现如今只有坦然面对 夜闯皇宫 是我不对 擅入藏宝阁胡乱提尸 更是不对 至于最轻最重 我会具体力争的 据我所知 你和展昭之间虽然有心结 可是你们之间 却有一份难言的惺惺相惜之情啊 大哥 我白羽堂一生仗见江湖 独来独往 我无需展昭帮助 这话你就错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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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上有这样一句俗话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敌人多道墙 江湖诡诀变幻无穷 若是没有朋友 可谓是寸步难行 大哥 我是锦毛鼠 展昭是玉猫 我们不会是朋友 你这偏激固执的个性 迟早都会害了你 在我看来 展昭心中把你是当作朋友的 偏偏你心高气傲 却视他人的善意为碧驴 大哥为何如此肯定呢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大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展昭若不是有意助你 几次危难之时 他大可当场将你逮捕 送叫开封府生之一法 可是他舍此不为 却帮助你打败了劳山四上 护你疗伤 这些 难道不都是朋友的善意行径吗 大哥教训的是 大哥 故人欣赏你的特立独行 但你也不能太一意孤行 孤方自赏 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别人对你的善意 是否让人觉得你有些矫情之嫌 大哥的这些话对不对 大哥小弟明白了 大哥 顶天立地 坦荡磊落 这是件好事 然而 是则是 非则非 这些道理 法规 我等侠林中人闯荡江湖 不也是以此为准则吗 我身为结义大哥有些重话不便明说 我想这些你都该明白呀 大哥为了小弟用心良苦 小弟的确明白 你能明白我就安心了 其实这缝寸拿捏就在你一念之间 俗话说 看菜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呀 大哥请放心吧 我白玉堂所犯之错 该当之罪 我自会坦然面对 可关于藏宝阁盗保议案 白玉堂是万万不能被冤屈的 这件事白玉堂也绝对不能承认 这桥归桥 路归路啊 这原本也是两回事 我相信包黑子断案的本事 他不会重罪轻饶 更不会轻罪重判 此区开封府自己多珍重 你我兄弟一场 我也只能严禁于此了 多谢大哥 开始提醒 大哥的话小弟会铭记在心 无人说 此行我便无需多言了 这方姑娘的事孙大国首已经承诺 只要方姑娘一回到庐华档 他便会前来为她治病 愿你顺去顺回 老夫在卢花荡静候 大恩不言谢 方素星就此拜别各位 大哥 五弟这趟开封府之行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一来呢 五弟在路上有个伴 二来到了开封府 多少有个照应 是啊大哥 老四说得对 不能叫五弟一个人落单 我也去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什么叫一个人落单啊 这往常五弟一个人 独闯江湖 你们谁陪着逛 大哥这回不同嘛 这开封府龙蛇混杂 宝黑子又不给面子 这我们兄弟之间在一起 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也好有个照应啊 这件事 它不是一般的江湖恩怨 你们出面 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就是 二哥你太鲁莽冲动了 去了也白搭 还不如我这个机灵鬼去 多少可以出些搜主意 四哥的好意 小弟心领了 不过这件事 我自己就能处理 就不必再劳累四哥 长途跋涉 一路辛苦了 一点都不辛苦 再说了 这个开封府 我也好久没去了 也不知汴京城 现在变成了何等模样 顺便呢 我还可以去青龙瓦舍看看 究竟来了多少漂亮的词 此序开封乃是办正事 你又想胡来 看看美女人之常情 怎么能算是胡来呢 大哥 我是烧香汉看和尚 一事两勾当 您就成全我这番心愿吧 大哥 我看让老四陪五弟挺合适的 此话怎讲 老四古灵精怪 机智敏捷 鬼点子又多 万一在路上有什么叉持的话 除了出主意外 还能多一个通风报信的人 大哥 您听听 还是三哥了解我 五弟啊 你怎么说 一切由大哥做主 好 我就满足你的心愿 你们一起去开封府 不过我有缘在心 本正事要紧 其他你那些鬼花样 你自己多拿那坟村吧 大哥 放心 先以五弟的事为主 五弟 上路吧 好 告辞 走 大人 目前小火焰宇行三 暂住在安国侯府 在京的别馆中 我已请张龙赵虎 暗中监视 以防他改变心意 畏罪潜逃 身为赵氏子孙 皇氏一脉 贵为 世袭侯爵 今之御印 却如此 自甘堕落 真是可叹一副可悲 还有一事 属下要禀告大人 你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答应 是您的 行曲 因此 即使 我们眼镜 不会给您 有多 הח卷 谢谢 我 说是 珍藏在皇宫的藏宝阁之内 最后 小侯爷又怎会转赠于您啊 大人是说 这赵圣主 原本是在藏宝戈里面的珍藏 不错 八王爷曾在酒宴之中 酒憨而热之际 确实向本府提过 如此说来 白玉堂提醒属下的 似乎不假 他提醒什么 回大人 白玉堂提到 为何我们没有想过 坚守自盗这四个字 大人 白玉堂私闯皇宫大内 藏宝阁内盗宝一案 原本十分复杂 现在倒有线索可循了 此案的确错综复杂 纠葛不清 是被会大费周章细细审理 不过 本案的关键人物 白玉堂与那方肃兴 果真会前来开封府投案吗 回大人 方肃兴想要招雪 方家一家三口的冤案 势必会来 至于白玉堂 他已亲口承诺属下 必定会 溅诺而来的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酒菜来啦 您慢用啊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三位客官是来自外地的贵宾 咱们这越来客栈 可是出了名的房间宽敞 价钱又合理公道 里边请吧 可有单独清静的跨院 有 有 来 里边请 请 客官 请 来 这边请 请 我看这个跨院环境不错 环境清幽 我们住住在这儿吧 正好三间房 这位姑娘可以住中间 两位大爷就住两边 正好呢还可以保护这位姑娘 小二哥说的没错 就这么办吧 那三位先进去 我这就去搭洗脸水 马上就伺候着 您请 好 好 嗯 好 大人 已经快三更了 连日来消一干食 只怕累坏了身子 依展护卫所言 此案看似单纯 实则内情纠葛不清 皇宫内院的珍宝 怎会出现在侯爷府 那小侯爷天家富贵 又怎会干出那伤天害理之事 此事若假 展护卫又何须帮着白语堂说谎 此事若真 只怕极为棘手啊 大人 学生倒有一个想法 公孙先生请说 那小侯爷与方素新之间的恩恩怨怨 只要升堂审问 以大人问案之能 抽丝剥茧 理出脉络 绝非难事 难就难在 这颗西式之珍宝 赵胜珠 究竟是大内珍宝 还是老王爷的私藏呢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学生大胆请问 此前 大人可曾见过这颗赵胜珠 在此之前 本府的确未曾见过 只是听八王爷说几个 大人何不带着这颗赵胜珠 前往拜访八王爷 一 可以求教于八王爷 二 可以将小侯爷的事先行陈述 让八王爷有个底 这样可以省去日后 许多的麻烦 公孙先生说的是 幸亏公孙先生典型本府 这的确才是正办 好 包大人 八王爷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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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请 包大人 你来得正是时候 否则本王还要开封府去 亲自拜访你呢 包朕万万不敢 八王爷有事 在你们来之前 那安国侯的小侯爷 他刚告辞离开 他呀 给本王叙述了一段 十分曲折离奇的案情 说是有个女子 竟然假骗婚之名 想行刺于他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如此说来 八王爷对此案已经略知梗概了 正是 然而 请恕包朕直言 小侯爷 小侯爷所言 只是一面之词 展护卫却另有说法 哦 本王倒想听听展护卫的说法 若以展护卫的说法 则对小侯爷十分不利 那名方姓女子 才受到小侯爷欺凌压迫 也是此案的苦主之一啊 千万一 包大人 展州行事 相不妄言啊 王爷说得不错 展护卫一向锦言甚息 若不是握有实证 绝不敢以异策之词 回禀包政 我明白了 原来小侯爷一大早来找本王 那是想先发制人 那包大人 你对此案想如何处置啊 目前尚无法定论 不过古人云 你不必再古人云了 你的那句名言 本王记得很清楚 王子犯法乃与庶民同罪 大王爷果然习我之我 确是如此 不过包大人 这安国小侯爷 可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呀 想当年那陈世美 他只是个驸马 他不姓赵啊 那安乐侯庞裕 也只是姓庞 不姓赵 包大人 你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 包大人 八王爷善意提醒 包拯感激不尽 那安国侯小侯爷赵世俊 按照皇室的御谍排行 他应该是本王的堂职 也就是当今 以文字幕を拓锁 以及用选择 其他人的熟 来自消费 十字幕 不吝 has 替你 有点 杨 有点 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此珠乃是小侯爷赠予斩护为的 包证没空有目 果儿特来请教八王爷 赵胜珠正由皇室的藏宝阁珍藏 怎么会落在安国小侯爷的手里 转赠给斩昭呢 难道说藏宝阁中另有一颗赵正珠 正是 此事十分的玄妙啊 包证 你马上随同本王 一同去一次藏宝阁 亲自查看 包证遵命 八王爷请 给八王爷请安 八王爷请 包大人请 禀八王爷 这只黑色的玉波内 就是珍藏的赵胜珠 打开 是 孙永福 奴婢在 你乃是皇宫大内藏宝阁的总管太监 你能确信 这一颗就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赵胜珠 回八王爷 奴婢只是负责清点查看 从不敢打开过 否则就属于为止之罪 所以奴婢从未见识过 不敢确定 好 那本王就让你今天见识一次 包大人 孙永福 你再看看眼前这两个 有何不同啊 回八王爷 简直是一模一样 满口胡言 你看这一个 有黑透亮 细润光泽 另一个灰暗粗色 黯然无光 你 你怎么能说是一模一样呢 回八王爷 奴婢是说 这颜色 大小 样式 是一模一样 好 那本王今天 再让你见识更不一样的 孙永福 你再看看这两颗赵圣珠 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呀 回八王爷 奴婢浅见 不过 依着珠子的颜色和光芒度上来看 还是包大人拿来的是真的 那为何真的赵圣珠流落在外 而留在皇宫大内的却是赝品呢 莫非有人假鱼木而混珠 闻 回八王爷 奴婢不知 混账 你身为藏宝阁总管太监 岂能不知 你今天若是不给老夫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就是都知之嫌 本王还不得不怀你坚守自盗 以假换针 那可是杀头之罪呀 八王爷明鉴 奴婢只是一个太监 简师浅薄 再说 藏宝阁的宝藏超过千简 奴婢实在不能一一检查查看 还望八王爷明鉴 你 兵八王爷 那孙永福之言倒也是实情 好吧 那既然有包大人为你求情 本王今天也暂时不怪罪于你 不过 我献你在十日之内 要将藏宝阁所有的珍藏一一查点 开列清单 由本王亲自查看之后 转奏皇上 你若是无辜 那自然没罪 你若是有坚守自盗之嫌 莫怪本王无情 将你交于开封府纠办 起来吧 谢八王爷 奴婢遵命照办 发ę 牛 农场 浓图阁直血识开封府撂银 郝阸 修盯 网овой 猩 使人 有失营养 还请小侯爷赎罪 包大人言重了 是晚辈未曾知会包大人 冒昧来访 还请包大人见谅 晚辈二字 包真不敢当 小侯爷乃是皇家血印 天皇贵州 晚辈虽然姓赵 但论年龄辈分确实晚辈 还请包大人千万不要客套 如此一来 包真就受之有愧了 这位相比就是 鼎鼎大名的公孙先生 不敢当 学生公孙策 见过小侯爷 小侯爷 请坐 包大人请 所谓 无事不登三宝殿 想必包大人已经知道晚辈的来意 包真并不确知 还请小侯爷明示 今日上午 晚辈拜见了八王爷 八王爷乃是晚辈的堂叔 想必包大人清楚吧 小侯爷乃是皇亲 包真当然明白 然而小王爷忘嫁本府 莫非是奉了八王爷之命不成 奉命 倒不是 只是承蒙八王爷一点指点 包大人大公无私断案如神 晚辈蒙受不白之冤 唯有向包大人申告才能还我清白 但不知小侯爷受何不白之冤 又要状告何人呢 一是亲命要犯 锦毛鼠白玉堂 二是草民百姓方素新 小侯爷告他二人何罪呀 白玉堂污蔑晚辈欺负百姓 犹如皇家威仪 挟持晚辈以生命要挟 甚至想手刃晚辈 足见其凶残其性狠毒其心 晚辈想向包大人申告 将白玉堂严正典型 居然有这等刑事 哪有告拿方素新何罪呢 方素新假见明目谎造身份 居然以骗婚之名行谋刺之使 幸亏晚辈托皇家红服祖印庇佑 幸免于此 此女目前正与白玉堂勾结串联 互为狼狈 还请包大人为晚辈做主 嗯 如此说来的确是胆大包天 胡作妄为 然而包正却有一点不明白 包大人有何不明白 那白玉堂与小侯爷何愁何愿 想要置小侯爷于此地 那女子方素新 又何以会谎造身份 以骗婚之名而行刺于小侯爷呢 其中曲折说来话长 晚辈身知包大人公务缠身 寸阴如今 特地准备了一份状子 还请包大人细细过目 小侯爷果然是有备而来 包大人放心 晚辈一定到场 不敢多有打搅 请书晚辈告 包正恭送小侯爷 包大人请留步 小侯爷好走 赶日宫堂上见 想不到年纪轻轻 小侯爷 竟然是个狠角色 不过其心虚者其情必交 其理窥者其言必夸 小侯爷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 公孙先生真是异于重地 那小侯爷赵世俊 聪明狡猾 兼而有之 能屈能伸 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所能计 可惜呀 可惜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也断不了小侯爷的罪 不 我们还忽略了一点 所以说只能有九成把握 那小侯爷的意思是 你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 封德县的县令朱文怡 当初 我嫌方父纠缠不休 怕他层层上告没完没了 所以 的确是我 让朱某人将方父活活打死 那朱先令可是咱们自己人呢 什么自己人 人心格度皮 他将升官想发财才来巴结我 万一包证真找他前来作证 以他的势力 只怕会有辩子 这一点小的倒觉得小侯爷无须过滤 怎么说 一来那朱某人拿过咱们不少好处 这二来嘛 千里为官 只为财 正所谓三年青之府 十万雪花银 他是个肯收钱的人 你的意思是 如又以重力 他必定收下 他收了 那就是贪毒纳汇 就这一点 他在包拯面前也担当不起吧 你所说的重力 是给多少 他的月缝是二十罐 也就是二十两银子 他一年的缝禄 也不过是二百四十两 咱们许他两万两银子 将近于他十年的俸禄 以他那种人 会不动心吗 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 我给你写张字句 你立刻赶回侯府去找账房 把这件事小心谨慎的办 妥了他 是 还有一件事想禀告小侯爷 说吧 那劳山寺上 今生恶煞和毒煞 已追随小侯爷 来到开封府了 他们还有脸来借我 当时无数人多 所以他们才落败 如今重回到小侯爷身边 倒也有请罪之意 就请小侯爷默计前嫌了吧 我看他们也没什么本事 只是浪格虚名的朽木而已 小侯爷 就算是朽木 也有可用之实啊 比方说 天冷了 朽木可以烧火欲寒 您说是不是 行师爷的意思 还是想让我收留他们 有胜于武 多两个帮手 终归会有用的 好 人呢 他们不好意思直接来见 让我先禀告一声 他们人安顿在后院的客房里 你先把正事给我办好了吧 至于他们 等我心情好了再说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似乎永远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解不开的鱼亮情节 谁又是鱼 谁又是亮呢 展昭 我这次来开丰府 既不是想跟你叙旧 也不是想跟你论交情 我何时能见包吾大人 随时 你别让你叙旧 你别让我伺候 唱出头不服书 自尋烦恼 天外有天地地高 他不规避 不想身体好 无忧无虑 偏心到老 看灯头 想的开 别爱叫叫 狂风打的更小 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 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真心好 久了总会被看到 不需要 急着让别人知道 种承诺 种干净 用一擦而是好 整个人情冷冷最明亮 现在将谁傻瓜研制过草 人会好心又好爱 人生有什么才不算伤 自己快乐满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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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您 感谢观看